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,全在下一代的发展如何,这使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,以及给到子女的资源,当儿女的能养成良好的品行,整个大家族就不会衰败,一个家最忌讳的就是出了败家子,这也源于父母的教育和平时在生活中的引导,观察发现兄弟姐妹中命最好的,往往是这几种人,看看有你吗?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,不被偏爱的人,都说罐子如沙子,被父母宠爱的孩子,往往自私自利,目光短浅,成不了什么气候,反倒是被父母冷落的孩子,更早的明白,凡是要靠自己,没有雨伞的孩子,只能在雨中努力奔跑,他们习惯独立,不会依附父母,思考得更多, 个性要强,总是想着证明自己,相声演员郭德纲,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对儿子郭麒麟,从小就严格要求,从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和年龄偏爱他,家里一堆师兄弟,有好吃好喝的,郭麒麟都要先问过他人,最后才轮到自己, 郭麒麟在剧场,不会因为是郭德纲的儿子,而受到优待,反而要接受更加严肃的训诫,正是因为这样严厉的家教,让郭麒麟在待人接物上游刃有余, 他除了在相声上小有名气,更是进入演艺圈想通过演技证明自己,被溺爱的孩子,父母的助力变成了阻力,反而是那个不被偏爱的孩子,更知道,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,才能过上不错的生活, 被父母偏爱不是什么好事,虽然得到父母的偏爱,在当时会过得舒坦,或者过得滋润,但是对成长百害而无一利,如若没有克服不利的因素,越是成长,不利的因素越会显现, 我曾经跟一个老人交流过,他已经七十岁左右了,在他年轻的时候,每家能够生很多孩子, 仅仅是他家,就生了足足九个孩子,孩子多了,一碗水就很难端平,等到孩子们长大了,命最好的孩子不是被偏爱的孩子, 而是得到爱较少的孩子,对他来说不是个例,而是他多个孩子相提并论得到相差无几的结果, 偏爱的火候很难把握,但凡偏爱过火,将会滑向溺爱的极端,溺爱就是免里藏针,不是爱孩子, 而是害了孩子,好比如糖衣炮弹一般,无形之中削弱了孩子的竞争力, 溺爱还会让孩子任性以及霸道,连父母的感受都不会在意,更不用说在意别人的感受了。 不自甘堕落的人 兄弟姐妹需要良性的竞争,如若逃避良性的竞争,从而自暴自弃,直至自甘堕落, 宁自然而然好不到哪里去,跟自强不息的兄弟姐妹相提并论,往往是伴随年龄越发增长,拉开的差距越来越大。 我的同学有很多兄弟姐妹,虽然处在同一个起跑线,但是我的同事在兄弟姐妹当中脱颖而出, 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我的同学拥有与生俱来的竞争精神,无论在生活当中,还是在学习当中,都会力争上游, 兄弟姐妹命好不好,归根结底,取决于世在人为。 润意进取的兄弟姐妹,跟自甘堕落的兄弟姐妹,生活的差距迟早会生成鸿沟。 在一个家庭之中,兄弟姐妹所获得的资源大致相同,但日后的发展南辕北辙,学习的努力程度,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。 有些人受着父母的疼赖,却从小不爱学习,白白浪费了天赐的良机。 但还有些人有大局观,认为能靠学习改变命运,从而借助父母的帮扶一飞冲天,人与人之间,生来就有着巨大的鸿沟。 普通人所努力的终点,有时比不上富人的起点,但如果不努力。 我们与其他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,但凡努力学习过,就能在自身的领域里有所提升,至少能与兄弟姐妹们拉开差距。 命运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学习的人,现在给予我们的是一张学位证书,以后给人的就是广阔的就业机会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 从书本中的学习延伸到对于人生的探索,这类人也将拥有无限的能力,这也是以后谁也夺不走的底气。 如果现在的你尚处迷茫之中,不如就沉下心来学习吧。 学习是最稳赚,不赔的投资,总有一天你想要的。 他都会给你,比较自私的人,一母生九子,连母十个样,大呆子,二猴子,三拐子,从以上两句谚语可以看出,人与人的观念是不相通的,就是血脉相连的人,也有很大差异。 相对而言,那些看起来自私自利的人,任何时候都不会愿意吃亏,财富进了口袋,就套不出来了,从而富起来了。 总有人会感慨,孩子多的家庭,那个最自私,哪个就过得好,苦得往往是最善良的那个。 从外表看,自私的人是很讨厌的,从深度去分析,自私的根本是守规矩的体现。 不能让任何人突破做人的底线。 其一,亲兄弟,明算账,没什么不好意思。 借钱就是借钱,送礼就是送礼,凭什么要把借钱说成是送钱? 亲人相处,借钱也要说清楚,写借条,当不愿意借钱的时候,直接拒绝就好了。 免得以后扯不清,赡养父母的费用,也要规矩,不能独自承担。 至于父母老家有什么,大概能算清楚,不能随意开口说,我不要。 其二,一抱还一抱,不养家里的懒汉。 在当今社会,很多的伏地魔,可是姐姐把钱都给了弟弟,姐姐会得到回报吗? 不见得。 也许是姐姐的行为,滋养了弟弟的惰性,若是有一天,姐姐不愿意给弟弟钱了,弟弟就会怨恨姐姐,好姐姐是不会滋养懒弟弟的。 同样,好哥哥姐姐,不会滋养懒惰的弟弟妹妹。 就是父母很懒惰,狠心的儿女也会说几句,不会无休止地给父母钱,把健健康康的父母供起来,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,兄弟姐妹的关爱,就看自己得到了多少,适当倾斜就可以了,不能让自己亏大了。 从家庭内部来说,自私的人不是很恶毒,而是把握了理性和感性之间的平衡。 毕竟,父母过世之后,兄弟姐妹就变成了亲戚了,每个人都应该思考,如何让自己的小家庭变得强大,同时不被大家庭拖累,人的命好是慈悲,金钱,小家庭的幸福等方面支撑起来的,你总是心太软,是不太可取的。 不肯老,有孝心的人。 父不过三代,家里除了败家子,是整个家族的悲剧和危机,一些家庭条件优渥的子女,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,难免会养成一些不好的性格,若父母还不加以管教,往往就容易发展成肯老主义者,反正家里有偌大的家业。 父母也能保证自己的衣食住行,自己当然也就不必努力了。 有句话叫做吃山空,当子女的没有能力扛起父母攒下来的产业,最终只能是各自瓜分,而自己又好生活过得惯了,不懂得理财也不知道约束,于是开始了做吃山空的人生,到最后没有能力生存,后半生注定悲惨凄凉。 当子女的总有一天要面临遗产分配这个问题,在当父母的眼里,自然是谁孝顺谁就分得多。 当老人留下一纸遗书,嫁和西去,分得少的不孝子女,自然又要一番吵闹,这更体现出他们的没能力,不孝顺。 肯老生活总会有终结的那一天,真正有远见的人,懂得合理利用父母的资源去发展。 这里是国学论坛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 这个工作练 Anybody I Would Fo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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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